经过45项严格检测 亚中项目第一台 正负800千伏换流变压器 正式出厂 历经20多年的不断积累 中国的取向硅钢技术 已经全球第一 覆盖研发 设计 生产等各个环节 解决了曾经制约 中国电力传输的一个巨大瓶颈 2017年5月5日 C919国产大飞机成功首飞 参见了C919的首飞仪式 其实心里面还是蛮自豪的 确实蛮自豪的 尤其是看到C919降落的时候 起落架降落的时候 就像一个孩子一样 旁渗学部这里缓缓地过来 那一瞬间感觉到还是心情非常激动 那一刻才感觉自己做的东西 还是有意义 别人关心的是大飞机的顺利腾空 而罗恒均在意的是他能否平安落地 罗恒均锻造技术专家 他带领团队完成了C919大飞机 逐起落架外桶的锻造加工 帮助他完成这一重任的就是眼前这个钢铁巨无霸 这是世界上压制力最大的8万吨磨断机 地上27米 地下15米 有15层楼高 8万吨 相当于每平方厘米 承受8吨的压力 磨断机锻造就像压月饼 初步加工的批料 在模具内一压成型 同时材料的强度 韧度和素性也会大大提高 8万吨的巨大力量 就来自他脚下的泵房 60台油泵 驱使着300吨液压油 在10公里长的管路里流动 推动5个直径1.8米的巨大液压油缸 进行压制 罗衡军历时7年 完成了C919主起落架外桶锻造 随着大飞机首飞成功 8万吨名扬世界 很快迎来了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 国际上一款超远程 宽体民用客机的主起落架外桶锻造 这是目前全世界所有航空器上 最大的单体部件之一 这款大型客机的主起落架 将承受落地时上百吨的冲击力 对强度 韧度和疲劳度的要求极高 在部件最终成型时 一次锻造是最理想的加工方式 而目前国外的磨断压机 往往由于力量不够 还需要经过反复加热 断压 两到三轮才能完成 第一次磨断以后 批料已经初步成型 但是能否成为合格的起落架部件 还需要最终一段 这是考验8万吨实力 和罗恒均团队的时刻 模具已经制造完成 线条流畅 枪体饱满 但是罗恒均无暇欣赏 它面临着一个巨大考验 如何让金属像液体一样温顺 使批料充满模具 这是磨断加工的关键 一旦操作失误 将前功尽弃 损失的不只是金钱 更是国际声誉 虽然有着十年断压经验 但是面对世界航空锻造史上的 极限挑战 罗恒均依然非常谨慎 经过近百次调整 确定最终方案 逐起落架外桶的最终断压即将开始 成功与否将一段定型 这是一场荣誉之战 操控设备的是8万吨第一操作手 叶林伟 就是油温那些都是正常的 使用了这么长时间 他亲历了8万吨的安装调试 最了解这个巨无霸的脾气 这让罗恒均踏实很多 模具被加热到400摄氏度 炉内的批料已经达到1200摄氏度 所有这些技术参数 都是团队多次测算试验得出的 他们要让流传千年的记忆 趁热打铁 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精度与高度 从电炉口到断压工位距离35米 批料出炉后的表面温度 每一秒钟下降3摄氏度 60秒 这是留给加料车司机的时间 断键入位 叶林伟按下按键 携带模具的横梁 以每秒15毫米的速度向下移动 模具从接触批料表面到压制完成 时间是三秒 不多不少 只有这样 断键的成型和内部的组织结构 才能达到最佳 下面觉得可以了吗 可以可以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应该 这是叶林伟最紧张的时刻 叶压传动系统的反应 不像机械传动装置那样灵敏 叶林伟必须考虑到设备的运动惯性 提前做出预判动作 而这个时间差 无法精准计算 只能来自成百上千次的积累 三秒钟 断压结束 这三秒钟 凝聚了罗恒军团队半年的心血 和多年的技术积累 我就担心那个高部的填充 如果那个高部被填充的话 它这个弧度上不去 它这个那块会缺掉 会缺肉 那这次干的还是蛮好的 结果比我想象的那么好 完美成功 全世界飞行器上最大的单体部件之一 一次断压成型 这是中国实力的印证 今天八万吨磨断机 已经能够制造航空 航天 海洋 核电 高铁等诸多领域的大型断件 我国万吨以上的磨断压机 已经超过十台 一个更加合理的动力体系 正在中国版图上形成 为中国制造 锻造更加强劲的未来 这里是正在建设中的 我国第一个高档数控机床 在航空零部件制造领域的 示范应用基地 九条智能产线上的五十六台机床 全部来自国内企业 代表了中国高档数控机床的 最高制造水准 今天工人们要加工一个 发动机的涡轮盘 涡轮盘在高速旋转时 要吸入尽可能多的空气 并且保证均匀 流畅 因而对涡轮盘加工的整体对称性 叶片表面粗糙度 弯扭角度等要求极高 十个涡片表面都是S型弯钮的双曲面 这是树控加工中最难的一种 加工开始 涡片的双曲面形状复杂 刃一两点之间都是一条曲线 刀距的加工动作 由三个直线轴和两个旋转轴精密配合完成 每行走一厘米 刀刃要接触零件表面240多次 最终切削出光滑的表面 完成这个高难度动作的 是隐藏在机床床身中的四伏电机 所谓四伏就是要实时调整及时响应 以精准对应电机负载的实时力能 电机每转一圈 发出的测量信息数超过3000万次 这是四伏电机精准控制方向 位置 速度 电流的核心所在 今天高档竖控机床加工精度越来越高 这就要求四伏电机体积更小 功率更大 因而必须在功率密度 这个重要指标上做足文章 这个工厂生产线上的200多台四伏电机 功率密度已经世界领先 它们全部来自中国的一家企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